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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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然 HitFM 周末 是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FM 这里是HitFM魔王 北部107.7 周末9.5 南部90.1 一栏97.1 花灯 英零7.7 我是Gigi 在我旁边呢 他们真的非常的年轻 很幼稚 让我们先来欢迎这一组 B.T.O.D 还有梁淑涵 大家好 我们是B.T.O.D Be the one is cool 大家好 我是子贤 我是许杨 我是张龙 我是梁淑涵 是的 这一次呢 组合又在进化了 不太一样的感觉 要不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呢 对 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位 女性 哦耶 原本是三个臭直男性 是有新增一个新的女生这样 对 帮我们平衡一下这个色彩 对 加了一个女生感觉怎么样 来每个人都讲一下感觉 对舒涵的那个印象如何 嗯 其实我们原本就是算不太熟 嗯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跳舞的啊 然后都是在唱歌这样 然后舒涵一直在拍戏 对 拍戏虚多 嗯 所以我们就是认识前有google一下 哈哈哈哈 看一下各自的作品这样 了解一下彼此 对 原本以为他会是可能比较硬的人 嗯 但后来不然还好蛮随和的 很随和 很好聊 很好聊 好这是子嫣说的 那下一位请要来说一下好了 嗯 嗯 一开始我们是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要来合作一首歌曲 是 对 然后 要不要约一下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从 在制作人 在录音室 第一次见面 那算是吧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先碰面 没有 就是一碰到就直接开始工作了 一开始 一开始就在工作了 对 所以一看到的时候 啊 妹妹好可爱哦 哈哈哈哈 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我问错问题了 然后呢 别撤别撤 然后呢 在录音室就看到了他 对 然后一开始是蛮 就是有点紧张 就是音乐毕竟也没有 也不太熟 对 但是就是经过一些 做音乐啊 磨合 对 然后后面又一起跳舞 嗯 然后就发现 哎呦 好像其实个性蛮合拍的 哦 工作起来蛮开心顺利的 哈哈 都不敢转过去看出来 哈哈哈哈 对其实合作还蛮愉快的 对对对对 那张龙呢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舒函姐 好像是在公司 对不对 对 你比他们三个大一点点 就比他们三个大一点点 就说不要叫姐了 哎 sorry 没关系没关系 就第一次见到舒函 是在公司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很 很 很怎么讲 就是 他都笑咪咪的 对都笑咪咪的 就看起来很好相处 嗯 然后跟老板讨论工作啊 也都很好玩 很好玩 怎么个好玩呢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 跟我tone蛮像的 哦 很正面 乐观的这种感觉 所以听起来 感觉都还蛮不错的 对 还蛮合 那舒函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第一次 要跟他们合作 要加入BTOD 嗯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 呃 我们不认识 所以我也是先google他们 对这是很基本 因为现在实在太方便了 很容易查到 关于他们的一些讯息 对不对 然后一看就想说 哇 这是偶像男团 可是我好像是邪心出身 哈哈哈哈 因为我都演 就是我的 大家习惯我都是演 比较丑角 比较可爱一点的角色 然后 这到底要 到底要怎么磨合呢 我一开始 也是先打一个问号 嗯 然后再来就开始到 要一起创作 嗯 哇 我想说 我又一开始跟我说 哦 我可能是初学者 第一次碰音乐这一块 然后就到了那个录音室 然后 我就遇到 就是张荣跟齐阳 然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 就是哪里来的 那个 那个Idea 还是旋律 不知道什么哪里来的 然后跟制作人家 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 然后莫名其妙 就一首歌就好了 对然后 就想说 这个不好 我们再改一个 然后再可不可以 过个棒一小时 然后又另外一首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歌 就出来了 然后我想说 天啊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蛤 所以音乐人都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自己好像 好像很怕就是 小白兔闯入一个未知的 真的 就是感觉 我刚才敢发言 然后说 算算算 没事 你们绝点好 你们绝点好 对 但刚刚有讲到 本来是只要合作一首歌 要不要约一下 所以 这个意思是 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合作吗 而且刚刚又说 开始创作 呃 其实我们就是 未来会 不知道会不会有 会有几首歌 对 对 就是我们目前都还是 就是 看老板 哈哈哈哈 就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是第一首歌 算是我们就是 先让试试看 试试看感觉 对 因为其实BTOD最早是五个大男生 对 对 然后又变成四个人 对 又变成三个人 对 再来就变成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是 还蛮妙的是 虽然你们是一个团体 可是你们都有 各自专场 或是有另外去其他的发展 对不对 是 像之前前阵子有去了 对 全明星运动会 对 对 我们就是 呃 因为我们后来就剩三个人嘛 然后我们就是各自有去不同的节目 去试试看这样 嗯 然后刚好问星运有上到那个全明星运动会 然后在里面的表现有几次也不错 哈哈 几次啦 对 所以就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 然后希望把这个效益可以带回团体 另外一个加分的地方 对不对 那启昂呢 这个之前是大嘻哈 对 那时候也是误打误撞 就是 一直 因为我们是街舞男团嘛 其实听嘻哈音乐也是听了好久 对 而且你们真的跳得很好诶 三个本来都这么会跳吗 呃 其实 没有没有没有 张龙本来是最会跳的 哈哈哈哈 他应该在讲反话吧 对对 张龙是加入这个团体才开始会跳舞 对对对 對 因為我們原本團的設定其實就是 一個唱歌跟四個很會跳舞的接舞老師 是 然後我後來 所以你就是負責唱歌的 原本只有負責唱歌 唱歌擔當 對對對 但後來就是慢慢接觸跳舞 就覺得蠻有趣的 一開始應該很難吧 超難 這邊有兩個跳舞的菜鳥 一個是舒涵 一個是張龍 但我覺得舒涵姐學超快 你加幾個 欸 sorry sorry 我覺得她今天講一個姐就拔一個五十 好 開始 我本來我本來計算 就舒涵我覺得學得很快 是喔 所以她第一次來 因為我們教舞的都是指弦歌 嗯 欸這可以加歌吧 這可以加歌 哈哈哈哈 可以叫歌感覺還不錯 可以可以可以 就我們教舞都是指弦歌 然後舒涵她就學超級快 就第一天就學會了對不對 對 嗯 所以有有有特別針對人 然後幫他們設計舞蹈的動作嗎 嗯我覺得是根據歌啦 因為像這首歌我們想要比較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來跳 然後大眾一起聽這樣 嗯 對然後要不要約一下 就是很隨口都可以講 然後跳一下 嗯 對跟你們以往的那個舞蹈不太一樣 對所以就是 就是以可以像是在抖音啊或是IG上可以發銷的舞蹈為主這樣 很容易 我們現在沒辦法示範 我現在可以跳大家看不到而已 副歌的地方有什麼訣竅呢如果大家要跳 因為我是指掌 就是我覺得自己動作對我來說是一個超難的事 其實我們這個舞蹈大部分的概念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要不要約一下就是要約別人嘛 所以我們的手勢就有點這樣 來你來你來 來來來來來來 喔就有一個前後兩隻手分別這樣 喔這樣講聽起來比較簡單 對 喔有有有有 大部分一直在重複這個動作 喔來來來來來 就是兩隻手交互對不對 所以希望這首歌能夠 大家覺得很好聽 然後這個舞蹈也很好學 大家可以多拍一些影片放在網路上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這首囉 要不要來約一下 好 要不要約一下 約吧 是剛有講到啊 就是那個接下來還不知道到底會怎麼樣 但先不要管公司怎麼安排 你們應該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夢想或是想要前進的目標吧 舒涵先來好了 就是以這個組合來說 有沒有想要把它做到什麼樣子呢 如果就是如果我們這個組合可以 就是讓我覺得很希望可以讓大家就是跟我們一起唱唱跳跳 因為這首歌本來一開始它設計的氛圍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舞台上快樂的那種感染力可以渲染到台下的人 然後大家會一起很high很開心 那你講的一個重點 因為真的台灣好像沒有什麼真的唱跳的團隊 已經越來越沒有了 喔 對 對不對 而且都是琴歌或是慢歌或是 好像比較沒有這麼多開心的歌 對 大家可能都是走比較抒發情感啊 或者是講一些時事上面的歌曲 那我們就是 以華仲許寵為目的 就比較接地氣親近大家這樣子 就是日子已經蠻辛苦了 就是開開心心的過對不對 那張龍呢 你對BTOD有什麼願景呢 我對BTOD的願景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開心的表演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然後歌的話就希望可以更符合我們自己想要的樣子 對我忘記我是看到誰的IG 有一個影片好開心喔在台上 就是在表演的同時還笑了 是子嫻笑得很開心嗎還是 你們就是有一個互相 在rap還是在什麼的時候 玩得很開心 這是一個我們最近的演出 其實張龍也在台上 但只是剛好拍完 剛好沒有拍到 我們在右邊 對對對 所以是四個人都在嗎 對他們 他們三位 對 就是希望能夠 好好的把每一次的表演都做好 對 齊陽呢 其實一開始我們組這個BTOD 我們就是希望推廣街舞這件事情 是 因為我覺得街舞它 帶給我生活很多改變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跳舞的 從國中二年級開始跳舞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呢 我那時候是選籃球社 沒被選到 結果籃球社全校都選籃球社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被排到街舞社 但我明明就是那個 志願是二十幾個志願 然後 然後那時候 而且那時候進到那個社團的時候 我們全班只有我 跟另外一個胖胖的人 然後全班都在笑我們 你們在街舞社 加油加油 就另外一個是一個肉肉 所以街舞社只有你們兩個人 對 就是我們班啦 你們班只有兩個人 然後進去之後才發現 哇 跳舞這件事情是真的很開心 對我覺得會跳舞的人超帥的 謝謝 不管男生 他有說是你嗎 我覺得 那你們跳得很棒耶 因為我有看那個真的很厲害 嗯 對所以 他沒謙虛 對 對啊 是啊是真的啊 嗯 所以 就是我覺得 我在跳舞的時候 可以很放鬆 嗯 對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推廣跳舞這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跳 然後不管是 可能工作啊 很累回家 你可以放音樂 對 你身體可以跟著動 對我覺得跳舞跟 荒花瓣就是某些地方有一些類似 就是是一個所有人的 你做到一個事情 是所有人都一起為你開心 即使你是在比賽的時候 是 嗯 對就這件事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你的好朋友在別的 對 你們去參加街舞比賽 對 但是那個真的你會感受到 大家彼此在現場的歡呼聲 對 是發自內心的 嗯 對 或是那個欽佩的眼神 或尖叫聲 齁 對 所以其實這首歌 要不要約一下 嗯 其實就是想要邀請大家 一起 跳舞 一起唱歌 嗯 然後在 可能疫情過後 大家比較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對對對 一起加入這個party這樣 嗯 那子嫻呢 嗯 我自己對BTOD的願景就是 我覺得BTOD就算是 算是一個整合團隊 嗯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才華 或是想要做的音樂不同 嗯 但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像一些 可能 韓國團體 對他們就是比較 整齊 話儀 就是有一個 形象這樣 我覺得我們比較酷的地方 是我們這個表演形式 每次都可以改變 嗯 然後可能有時候是 齊陽唱比較多 張榮唱比較多 我唱很少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改變 要改變 就像這種就是 我們每個人會有 自己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去 讓每個人的特色發揮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讓團體更加分 對 用團體的方式表演出來 就每個人就把自己的part做好 像那個放浪 放浪兄弟他們也是啊 就是各司其職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是 比較想要那個方向 想要有這個設定 嗯 很好 所以你的專長就是 你們兩個都是跳舞嗎 對跳舞 然後現在齊陽有在做曲 然後做音樂 饒舌這樣 對他還會編曲 唉唷 漂亮喔 沒想到我這一天 想不到吧 哈哈哈哈 想不到吧 嗯 沒錯真的還不錯 那子嫻呢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跳舞的呢 我應該是從高中開始 高中開始 也是高中熱舞社 嗯 但我是舔第一志願 喔 就小時候就想 就有這個舞魂就對了 小時候就是跳MV舞 嗯 像是羅志祥的舞啊 嗯 然後可能有一些韓國的舞蹈 嗯 會跟著姐姐一起跳這樣 嗯 很棒 對 真正想不到的是 舒涵吧 哈哈哈哈 這我也沒有想到 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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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怎麼會就這樣 加入了這個組合呢 應該是說 本來在拍戲嘛 對不對 對本來在拍戲 就是應該說其實我從小的夢想 反而是當歌手 然後 我也是想不到吧 然後就去了CCC 就去拍戲 然後去CCC就 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 然後演著演著 其實我已經 已經有點忘記 我小時候是有這樣子的 這個夢想 對然後直到剛好 就在去年 遇到了公司 遇到了BTOD 然後我就 欸喔 想不到吧 哈哈我又回來了 哈哈 這應該是 那個心情很難說對不對 對啊 現在但是也拍戲拍了一陣子 現在如果要讓你選 應該也很難選哪一個是 最喜歡的 我覺得我 希望他並進 就是 我覺得 呃現在 我不想要局限 我自己應該要 走哪一個路線 畢竟還年輕 對啊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可以 共同發展的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 試試看 嗯 不錯的方法 那張榮不用講啊 欸你剛剛試著要喝水啊 你喝你喝 你可以喝一口啊 你可以喝一口啊 你就是很明確 你就是想唱歌 是 因為從 應該是從十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唱到現在 那聽了誰的歌呢 呃 句簡直說 聽了誰的歌 開始喜歡唱歌 這件事 好像 不是聽了誰的歌 就是我 我家人覺得 我好像可以去唱歌 然後我就去唱歌 然後我也覺得 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嗯 就一直在這條路上 這有特別去上課嗎 還是 有有有 我大學是念 東華音樂系 哦 對所以是 唱聲樂 哦 哦 哪一段 哪一段 唱歌 擔當 所以他們如果 唱歌 想要詮釋都會問你 欸 好像 好像有時候會 在錄音室的時候 對因為你除了 呃 這個團體 除了BTOD 你自己在上海 也有出自己的單曲 有有有 目前第一首是 欠我的擁抱 然後還有規劃說 風格完全窘異耶 嗯 對 你身分切換的過來 欸 其實可以 可以 因為我覺得都是歌手 只是在BTOD 就是還要再想其他 比較不一樣的表演形式 嗯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自在 嗯 好 那當然這個結成這個團體 剛好有說 有些人是為了希望 可以推動街舞的文化 如果就是現在很多人 很想要跳舞 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怎麼開始呢 就跳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 最難的那一步就是 你先去做第一步 不管你要去教室 你要上網看影片 你要先自己學 嗯 對大部分人都會卡在第一步 啊可是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學不會 可是人好多 嗯 我覺得真的要去試了 你才會發現自己喜不喜歡 才更有動力去做下一步 對因為以前有一陣子很常 在那個捷運地下街 對 很多空地我都會看到 有一群一群的 或是西門町也有 對 或是中正健堂 對 國父紀念館也很多 國父紀念館也很多 都有學生在練舞這樣 就是空地任何地方 即使在家裡也是可以練習的 對沒錯 那在唱歌就是在 家裡大聲唱 隨時隨地 隨時隨地 為什麼有一個奇怪的講 他是緬甸人 我是緬甸的人 對我是十歲 難怪 十歲前都在緬甸 十歲前然後難怪 我想說我第一次聽到人家 隨時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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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正音班沒有學好 你是水 不會不會 但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一步一步的 在往自己的夢想前進 那我現在要來考書函了 是因為你是最晚加入的 對 然後最新的單曲 就是你們一起合作的 要不要約一下 對 你對他們前面的作品熟悉嗎 我有聽過 好講三首 一二三 有BTOD吧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 什麼那個 三隻小作片 我也是 對對對 承諾的永遠 承諾的永遠 恩 還有一首 那個 我聽了 我只知道他是 笑什麼笑什麼 笑 哇他這個可能不知道 這太第一首可能不知道 笑個 笑個屁啊 對 對 這首歌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呢 這首歌在講什麼呢 其實其實我有點忘記 哈哈哈哈 那我想問耶 愛在新北綠生活 是 這首歌是 你們做的嗎 是是我們做的 其實是張龍拿著一把吉他 半夜在舞蹈教室做出來的 對我們 你在新北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這件事情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搭配活動推出 對搭配活動 對 看歌名其實可以感受到 對 算是一個推廣 然後就是想要帶給大家一個綠生活 環保的概念 嗯 永續的概念 是不是 在一個晚上就完成了 對我們就拿著一把吉他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好像是 第一次一起創作 哦 但我覺得其實蠻順利的 嗯 其實張龍真的蠻厲害 我知道我第一次 老闆跟我講說 哦那就是希望說 我們四個可以合作一首歌 我說哦好啊好啊 就那天晚上開完會喔 然後回家之後 隔天一早起來 老闆就說 張龍已經把demo做好了 所以就是要不要約一下 沒有就是另外一個 對 這個是後來大家再一起討論 又又改過了 對再改化 其實我們這首歌之前 有蠻多個版本 但是這張張龍他就是邊寫旋律 他真的好快 所以應該還有很多歌還沒有出來吧 也都先寫好了嗎 對 所以慢慢接下來應該都會是單曲單曲的形式 對我們大部分都是單曲單曲 比較不會有專輯的模式這樣 好那裡面還有一首歌 SB的逆襲 對 這首歌又是在講什麼呢 這首歌其實也是搭配活動 因為其實我們 SB指的是 SB就是傻逼的意思 SB就是傻逼的意思 Street boy 沒有啦 講錯的是Street boy的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跳街舞的嘛 我們是來自街頭的人 對 那這首歌其實是給捷運盃街舞大賽 對你們也是這個捷運盃街舞大賽的代言人 對 很棒耶 所以我覺得當那個宣布是你們的時候 心情應該也不一樣吧 因為畢竟從小這麼愛街舞這件事 而且它就是一個指標啊 對因為我們就是比那個比賽 你笑逼這樣講一下 對啊 講講一下 講捷運盃真的太多可以講 你講講講下 很多回憶是不是 讓我們起來宣布 今年代言人是B.T.O.D. Woo 事情怎麼樣 那我們來發表一下我的得獎感言 會不會講半個小時吧 大概可以兩個小時 但我濃縮成兩分鐘這樣 嗯 我記得我從高一就開始比捷運盃 嗯 嗯 然後我在比 好像成績最好的那一次 只嫌他們團 嗯 是比我成績再好 哈哈哈 我好像是第四吧 然後他們是第二這樣 喔 然後其實捷運盃 所以那時候就大概知道彼此了 我好像知道他 但他應該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他 哈哈 我不知道第三名以後的人 喔 喔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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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現在是一個很棒的團體 對然後 反正捷運盃就是一個 給很多 跳街舞的 圓夢的一個 學生 對一個 練習啊 或是圓夢的一個舞台 然後 他就是一個 明燈 就是往那個燈塔走 對對對 我記得我還 好像高中的時候 有比一次捷運盃 然後在 比賽 在決賽前一個禮拜 我韌帶膝蓋都受傷 嗯 欸他真的會講很久 我們先來聽一下SB的意思 好 沒關係 然後等一下再來 讓他講一下那個 韌帶受傷 他到底知道韌帶受傷的故事 跟知道代言人的心情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節目只有一個小時 好 沒關係 我們要精簡一點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這首歌 OK I can see my partner over there You know that Super break SB comes from God's plan No one versus be like Drake 每個殺的蠢的人類 不該蠢的殺的分錢 Priva Peter Pasinger 平衡被拼斷的 I pay C D 是的 禮拜六的下午 今天請到的正是B.T.O.D. Yeah 大家好 我們是B.T.O.D. Be the one is who 大家好我是志賢 我是齊央 我是江龍 我是梁舒涵 是的 這個你們在喊口號的時候 舒涵都沒有辦法一起加入 對我覺得 下次我們要幫他想一個 就是有一個 那個舒涵有在裡面的 對啊 平那個 音頻插到 不會不會我覺得可以設計一個 感覺好像還不錯 對 那個B.T.O.D.後面就是 我是梁舒涵 先插 先插進來再說 這剛剛那個本來的是誰想的 你說我們這個最一開始 對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從最一開始 就是用這個 大家一起想 大家一起想出來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好 加一個女生版 認代受傷的朋友 其實認代不太重要 不用一定要拉回那個話題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當 因為這個對你們來說 算是一個指標性的東西 所以成為代言人 那個心情又不太一樣吧 應該說 會有壓力嗎 壓力其實一定有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舞台 從選手 然後到代言人這個 過程 我覺得這個舞台是給我們很多表演經驗 是 對 所以不管是在台上唱 在台上跳 以前的比賽都可以給我很多 呃 我現在要怎麼發揮 或什麼反應 要怎麼去創作歌 要怎麼讓我們自己的舞蹈是好發揮的 這樣子 對 所以還是開心嘛 對啊 就這一路上來這樣子 然後最後可以到代言人 其實真的蠻開心的 真的蠻開心 那我想今天真的要讓大家透過節目 好好的認識你們一下 私底下大家都在做什麼呢 你們私底下也會碰在一起嗎 你們私底下也會碰在一起嗎 還是只有 工作或是創作練舞的時候 還是你們沒有私底下 私底下好像齊陽跟子嫻比較常出去 比較常出去 因為他們都會一起練舞 但像我就在家裡練歌 喔 方向不一樣 對方向不一樣 對 女生就沒有 沒有一起 蘇蘭常常去登山 然後一些戶外 Outdoor活動 對對我比較喜歡 你喜歡Outdoor 對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 你看就是這樣大家都約不到 我們才有這首歌叫 要不要約 要不要約一些 所以靈感是這樣來的嗎 主題是這樣來的 就好像做歌 欸你在幹嘛 大家都約不起來 所以我很好奇 你們四個到你們 又私底下約過呢 你說不是工作 不是工作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但其實真的還蠻多團體都這樣 對 因為就是太多工作的時間 都是在一起 對 見到不想再見 最好是啦 但是如果要約 是想一起做什麼呢 有約過嗎 我覺得爬山不錯 爬山不錯 可以喔 有約過嗎 還沒 還沒 還是我們現在來約一下 要不要約一下 要不要約一下 爬山嗎 爬山嗎 讚成爬山的請舉手 爬山我可以 我舉手了 全部通過 張老師你膝蓋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 我最近膝蓋恢復得不錯 因為之前車禍的關係 嗯 所以那個軟骨 被磨到 對 要弄好喔 對對對 因為我也是最近膝蓋瘦小 真的假的 是軟骨嗎 還是 我應該是拉傷 拉傷 就是一個 不思議的扭傷 對 真的要過好 我覺得膝蓋蠻重要 因為它算是整個身體的一個 支撐 而且你沒辦法走路 你就 蠻痛苦的 蠻可憐 所以舒涵很喜歡大自然 對 我喜歡 比較戶外一點點的 騎腳踏車跟爬山 嗯 所以這團體還蠻適合你的啊 戶外一點 不是啊就是很動的啊 對對對 動感型 活潑啊 還蠻適合的 對啊 蠻開心 跟他們相處在一起 其實覺得 蠻有活力的 嗯 就是 我們真的沒有差幾歲 開玩笑我開玩笑 他們講的好像 對啊 不是因為他們 這種話應該是我來講吧 哈哈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 應該是說那個活力 不是說 嗯 就是 很有精神 對 應該是說 他們還是 就是對於自己很熱衷的事情 就是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 像 對於 街舞這件事情 他們會為了一個舞蹈 然後非常 就是 聚精會神的討論 然後編排 然後很快樂的臉 然後張榮看到 他也會說 欸 那他也加入一起練 然後就覺得 哇 很熱血的感覺 嗯 這感覺真的非常棒 就是 有些東西在燃燒 然後為了這件事而努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加入一起練習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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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是那種 看別人很厲害跳 你們會馬上想試試看 對 我們就是 我在 我自己在街舞這方面 是比較這樣的 因為像是私底下 就除了 我們自己的工作之外 我可能還有在教跳舞 嗯 對然後有自己去比 老師 對個人的battle比賽 嗯 所以在進步上面 還是會看到厲害的人 還是會想要持續的 精進自己 嗯 那會因為 創作的話 音樂的部分 是為了舞蹈而做 還是先有了音樂 才去想舞蹈呢 我覺得 我們現在也是慢慢在 琢磨這個部分 對還在磨合 就是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音樂 重點還是要好聽 嗯 有時候你為了要好跳 嗯 太複雜其實 接受度沒有那麼好 對 而且有的時候太炫技 好像別人可能也看不懂 對 平常不會聽這首音樂 還是要可愛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還在拿捏這些方式 對我們也還在練習當中 嗯 那如果 畢竟因為你們是 街舞唱跳團 如果要請你們推舉一個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 街舞唱跳團 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團 然後是哪一首歌 你們有討論過這件事嗎 好像沒有 但其實 其實我覺得韓國都蠻厲害的 對 先不講是不是街舞 或是怎麼樣 但是唱跳我覺得韓國 男生團還是女生團呢 最近那個 我們都蠻喜歡的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一起講 我們一起講 講團名先講團名 好來 一二三 新人 哦 好 都蠻想 confessed 很好 就是那個 我的天啊 Especially 靖遠 剛剛那個表情真的很可愛 對 新人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呃 一方面是 其實他們滿 滿街舞的 動作來說 我覺得是有那個文化內涵 在裡面 我不知道他們個人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編舞老師是有的 很厲害 所以他們的舞蹈可以看到很多街舞的元素 然後再來就是音樂 音樂也是非常在我們剛剛講的跳舞 大家會喜歡這個之間 他拿捏得很好 那有大家共同喜歡的一首歌嗎 我們要一起講嗎 好啊 你是考驗默契啊 你是哪一首 不能有嘴型喔 他有動作 那應該是MV吧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知道哪一首 那就是另外一首 好 那就來囉 我不數你們自己 好 歌名是 一二三 低頭 欸 還是可以喔 所以 那我們今天就來聽這首歌 好 好 想不到吧 BDOD默契真的非常非常不錯 然後再加上了兩書函對不對 好 那你是今天現場那個組合李唯一的女孩 就讓你來 你第一個啦 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這首歌 每個人都要講一下喔 要不要約一下嗎 或是你要介紹其他他們的歌也可以啊 要介紹New Jeans 你是下一個台灣New Jeans 對啊 欸你們可以把它訓練成那個樣子 我的天啊 其實蘇寒也有在考 也有在規劃自己的歌曲嘛 就是想要創作 對 就是學習創作啦 對 然後現在還是主要第一首這個 要不要約一下呢 然後因為我們本來就像剛剛有聊到 我們本來初衷就是希望可以 帶領大家一起唱唱跳跳 然後開心的就是迎接這個後疫情時代 然後這首歌呢 所以它取用了比較一篇90年代 Disco House 完蛋全部講完 等一下要不要講什麼 這樣我們要講什麼 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個 整個在錄音的時候的一些八卦 對 或是一些幕後花絮 然後呢這個是就是 基本上算是大家集體創作的一首歌 然後也是我自己 第一次嘗試唱跳的作品 是很不錯 來下一位誰要先講 欸 交給齊陽了 齊陽先嗎 齊陽先喔 齊陽先喔 這首歌就是一個90年代 Disco House 背書這樣 全部被講完 這首歌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呢 還是還好 我覺得這首歌最難就是要放鬆表演 喔 不要想那麼多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要 應該說在觀眾視角看來 我們要很很輕鬆 但是這種東西是演不太出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如果太常表演這首就很難 輕鬆起來了 對對對 就會變成一個形式了對不對 對 或是可能那時候我們感情不好的時候 那應該就不會 哈哈 沒有啦 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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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編舞跟在製作音樂的時候 我們在錄音室或在練舞室 我們都是希望是營造一個 開心創作的一個氛圍 對 所以我們後面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自己也有感受到 喔 它是一個非常輕鬆好玩的一首歌 是 嗯 輕鬆好玩的一首歌 對 輕鬆好玩的一首歌 那我覺得張榮先好了 好 那個先壓軸 好 那個先壓軸 OK OK 但是雖然重複性很高 但它要一直 越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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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慢越慢 OK 真的很會唱耶 然後後面也有真假音轉換那些 所以我覺得 這首唱的部分 其實是蠻複雜的 對 就感覺很輕鬆很開心 但其實還是要認真 就雖然它不是那種情歌 需要很炫技 但它還是要一點聲音表情在裡面 是 來 你要爆什麼料呢 這些 好的 既然張榮剛剛秀一段就是歌喉 那我來秀一段舞蹈 耶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越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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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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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嗎 好帥好帥 對 這個動作我真的覺得 大家可以來這個拍一下 對 上傳 其實我們最近看了蠻多那個 大家給我們的回饋 說常在電台會聽到我們的歌曲 對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讓這首歌 融入你的生活 就很生活用語 欸 今天要不要約一下 要不要約一下 要不要約一下 對 這真的是還蠻常講的 對 蠻日常的 要不要約一下 希望你們趕快約成功 可以先去爬個山 好 對 然後再來 接下來是不是也有一些活動要跟大家分享 對 我們在3月25號 在高雄的鋼山響溫星 將會有我們的專場 那當天會有BTOD 然後會有舒函 對 還有其他的藝人會幫我們一起來 共襄盛舉這個活動 所以那天如果你有空在高雄的 一定要來跟我們一起參加 怎麼樣可以參加呢 我們現在是怎麼樣可以參加呢 只要喜歡你們 對 只要喜歡我們都可以參加 我們是開放式的入場 哇 那很棒耶 可以跟大家一起同樂 對 畢竟是我們第一次 畢竟是我們第一次 希望大家可以人多一點 讓我們整個氣氛比較high一點 約起來約起來 3月25號 要不要約一下一定要喔 對 這個記得 在高雄有這個專場的演出 最後我們就要來聽他們的同名單曲囉 要來聽BTOD 謝謝你們 謝謝舒凱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